一觉醒来,乌契奇要辞职了。近期,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两场大规模枪击事件导致了市民的强烈抗议。在此背景下,塞尔维亚总统乌契奇于14日宣布,他将在不久的将来辞去执政党、进步党的领导职务,并提前在今年举行议会选举。 尽管如此,他强调塞尔维亚将不会出现类似于2014年乌克兰的广场革命。根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欧洲版的报道,乌契奇还提到,新的议会选举可能将在近期安排,投票最迟将在9月进行。这将是4年来塞尔维亚选民第三次走向投票站。 尽管有一系列的公众示威活动要求他下台,但乌契奇坚信,贝尔格莱德不会出现广场革命。 根据外媒报道,乌契奇的计划是在未来几天内辞去执政党的主席职务,并在5月27日的特别会议上公布这个消息。 需要强调的是,他的辞职并不会影响他继续担任总统的职务。 事实上,早在去年11月,乌契奇就已经公开表示他将辞去党魁职位,并支持一位年轻候选人接任。 塞尔维亚的政治氛围引发了广泛关注和忧虑。 乌契奇总统的辞职声明激起了各种解读和猜测。 另一方面,反对党对内政部长的职务持有质疑,并具此发起了各种规模的抗议活动,这引发了社会的动荡和不满。 月初时,塞尔维亚就曾经历过枪击事件,政府将这视为国内恐怖主义行为。 为了保护社会稳定和人民的安全,乌契奇公开表示将加强枪支管控。 然而,反对党借此机会,以塞尔维亚反对暴力为口号,发起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对政府施加压力。 在巴尔干半岛,塞尔维亚一直是一个动荡的地区,战乱频发,却常常被国际社会忽视。 新冠疫情的爆发使得塞尔维亚在面临欧盟的疏离,北约的压力和美国的政治干预等多重挑战时,陷入了深重的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武器齐的处境变得更为困难和复杂。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武器齐的决定可能意味着塞尔维亚政治局势将逐渐摆脱俄罗斯的影响,转而受到美国的更大影响。 塞尔维亚轻而远美是有历史原因的。 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七世纪,当时的斯拉夫人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在其历史长河中,塞尔维亚经历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巴尔干战争、南斯拉夫联邦的形成与解体,以及1990年代末的科索沃战争。 这些历史事件对塞尔维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它和俄罗斯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联系,两国人民在宗教、语言和历史经验上有许多共同点。 在政治上,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是塞尔维亚的重要盟友,尤其在科索沃问题上,俄罗斯一直坚决支持塞尔维亚的立场。 然而其与美国的关系在历史上一直较为复杂。 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美国领导的北约对塞尔维亚进行了轰炸,这使得两国关系陷入紧张。 有些人观点认为,他的辞职可能旨在促进公平的民主选举,或是为了平息来自反对党的压力。 然而,也有声音指出,这可能与美国一直在巴尔干半岛寻求其战略利益和实际收益的努力密切相关。 因此,武器旗的决定被解读为美国在塞尔维亚的渗透和影响的直接成果。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塞尔维亚的抗议活动规模有了显著的扩大。 据统计数据显示,每次抗议活动的参与者数量已从数千人激增至数万人,这一趋势表明公众对当前政府的不满情绪正在急剧升温。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全球已有多个国家经历了被称为颜色革命的政治变革,这些变革通常导致政权的更替。 例如,2004年的乌克兰橙色革命和2003年的格鲁吉亚玫瑰革命,原有的政权都被推翻,由新的领导者接任。 在乌克兰的颜色革命中,据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资助并组织了这场运动。 美国政府的行动包括部署美国咨询公司、民意调查机构、外交官、两大美国党派以及美国非政府组织。 在乌克兰,美国政府官方花费了约1400万美元来组织和资助这场长达一年的运动。 作为位于巴尔干地区的国家,塞尔维亚一直在欧洲大国的关注下,它必须同时应对内部的混乱和矛盾,以及外部的挑战和压力。 塞尔维亚不仅需要处理内部的社会动荡,还必须面对外部环境带来的挑战和压力,这无疑让其处于一种非常复杂和微妙的地缘政治态势中。 在当前的环境下,虽然武器齐有可能选择同美国站在一起,但考虑到北约以前对塞尔维亚长达78天的持续轰炸,它向美国靠拢的决定绝非一事,充满了困难与挑战。 武器齐的辞职使得塞尔维亚的政治氛围更为复杂和不稳定。 据一些政治分析专家预测,反对党可能会进一步激化抗议活动,以催促武器齐真正退出政坛,彻底让出全力。 在此背景下,作为全球强权的美国可能已经做好了相应的策略准备。 他们可能会在塞尔维亚推动一场颜色革命,以便控制这个在巴尔干地区具有关键影响力的国家,从而进一步扩大美国在欧洲及全球的政治影响力。 乌克兰战争的爆发让欧洲资金流入美国避险,然而美国国内的窟窿太大,如今加息已经快到极限,国内通货膨胀依然有抬头的趋势。 对此,美国需要更多的资金流入,所以塞尔维亚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如果塞尔维亚再次乱起来,才是真正接近欧盟的心脏地区,才是真正意义上收割欧洲。 所以从美英角度看,乐于看到塞尔维亚乱。 塞尔维亚反对派有组织地发起了在线抗议活动,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要求现任领导人武器齐下台。 如果武器齐无法满足反对派的这些要求,他们已经准备借助美国和西方媒体的力量,策划更多的激进抗议行动,他们的最终目的是逼迫武器齐及其内阁下台。 更为复杂的是,如果武器齐坚持不下台,反对派可能会寻求与科索沃的联盟进一步激化一场已经酝酿许久的独立运动。 这种情况的发生无疑将带来严重的后果,令人不禁对此深感忧虑。 在全球范围内,类似的政治危机屡见不鲜,这种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 尤其是北约对塞尔维亚等国的政权颠覆和内政干涉行为,这不仅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而且也严重违背了对国家主权和独立的尊重。 我们必须关注并寻求有效的解决方案,以避免这样的政治危机带来更多的混乱和不稳定。 颜色革命已被西方大国用作介入和颠覆其他国家政权的常规策略,它能触发政治危机,但这并不是问题的真正解决方案。 事实上,这种方式往往只会加剧紧张局势,而非引导社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中,我们的首要之物是尊崇和平,提倡理性思考。 我们呼吁所有国家都遵循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尊重他国的内政自主,不挑战他国的主权和独立。 这就要求我们不能以任何理由或借口干涉别国的内政。 同时,我们必须倡导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进行互动交流、相互学习、深化理解、彼此尊重。 这样,我们才能共同建构一个推动全球和平与发展的和谐世界格局。 这不仅符合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也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目标。 文化